大家好 今天聊一个关于那个朝鲜的事 朝鲜呢最近两天闹了一件事就是打阅兵 这个阅兵的一个看点啊 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就是他搞了一个导弹出来 一个洲际导弹 这个导弹是可以按照他们宣称是可以打到美国去的 continental missile就是能够跨越洲的 那跨越洲的嘛那应该就是半个地球了 能过去上半个一万五千多公里 当然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金正恩又出来了 关于金正恩的这点的确比较朴素 因为原来呢根据那个他的这些行为 以及他的妹逐渐得势的这个呢 我的判断是他出了事儿了 现在呢他在出来了 所以但我觉得呢就很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在这点上还要再精观其变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 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判断 看上去这次出来的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金正恩会在幕后躲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我们以后有更多清晰的时候再判断 我现在要说的是他们这一次的晚上搞阅兵 而且这个阅兵除了推出来这个洲际导弹之后 他还做了很多很花烧的一些演示 因为洲际导弹也很厉害啊 这种洲际导弹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的 而且你看这个洲际导弹的那属于一体化的 那发射车啊也是很高档的 大家数轮子就数了22个轮子 就是感觉是一个军事强国才能推出来的东西啊 朝鲜推出来了 而且还有夜间的那个飞机的表演啊 飞行表演那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他们因为原来一直认为朝鲜的这个 你说他的空军啊 这个水平都是很差的 包括他也没有足够多汽油啊 进行训练的 他现在能够能够进行那个夜间飞行并表演 这这就是很厉害很拿手的功夫啊 包括他整个在这个阅兵的过程当中 他还搞什么烟火啊这些 整个搞得有点还是有点气势的啊 因为没有人在晚上悦过病 他他这么搞一手啊 就觉得 就觉得很震撼 某种程度上很震撼 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定的 某种程度上的震动 我今天就说一下 分析一下朝鲜这么干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先我们要理解朝鲜的这个行为 我们先看一下朝鲜这个国家 我查了一下朝鲜呢 我们先把朝鲜跟中国的这些省进行一个比较 朝鲜呢人口大概有2500万左右 他的国土面积呢大概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 然后他的GDP呢是非常低的啊 他GDP一年呢也就估算是大概300亿美元左右 那我们还有呢他的军队是120万人啊 你要看军队是很恐怖的 他的军队在2500万人里面 他的军队就是有120万啊 我稍微来做个比较啊 就中间插一句在这儿 就是澳大利亚 我在的这个国家澳大利亚 人口也是2500万 就跟朝鲜差不多 澳大利亚的军队 国防军正规军加上预备一加起来8万人 你看朝鲜120万 所以呢 澳大利亚和朝鲜拥有相似的人口 澳大利亚军队的人数只有朝鲜的15分之一 那你说这个朝鲜的军队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先接着刚才来说 就是把朝鲜跟中国的这些省份进行一个比较 朝鲜如果按照面积上讲呢 就跟福建差不多 在中国排第23位 按照人口上来说呢 和新疆差不多 新疆也是2500万人 在中国呢 排第24位 如果他跟中国的省份来说 但是如果按照GDP来说呢 他在中国仅仅比西藏高一点点 他低于中国其他所有的30个城市 除西藏之外 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了 西藏人少 而且他那个交通不便 他在一个非常高原的地方 他的GDP大概是 责任人民币在1400亿人民币左右 朝鲜的这个GDP责任人民币 大概是在2000亿左右 也比西藏高一点 比西藏人另外一个比西藏高的 中国的什么是青海 青海的GDP呢 是2800多亿人民币 青海人口很少 远少于那个朝鲜 但是但是你看 这朝鲜的GDP比青海 比西藏高一点点 那是这样 如果把朝鲜作为一个中国的省份来看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 经济很不发达 地少 人又少 这么一个 他从地域面积 从人口面积 人口的数量上 都是在中国排的末为几个的 而且他的GDP在中国排名上是垫底的 就这样的状况 如果按人均的话 他是绝对在中国 远远低于中国其他地方的人 所以他绝对是垫底的 这样的情况 朝鲜居然能够搞出 洲际导弹 核 核 核武器 维持120万军人 你们想象一下 青海这个省 青海比他GDP高啊 青海能搞出洲际导弹吗 青海能够搞出 在中国的其他省部 不帮助他的情况下 青海独立单独 他能搞出洲际导弹出来吗 他能够搞出核武器出来吗 青海能够维持120万人的军队吗 青海还有那么大个地盘啊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所以朝鲜实际上是不可能支撑 他的这些花销的 那我们再往下 刚才我说了 这个朝鲜和中国的其他省份比较起来 就是是属于垫底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就是连中国的一般正常省份的一个零头 只能到这种程度 还比不过中国的很多市 很多城市 拿出来都比朝鲜厉害的 多多多 他的GDP和财富 那我们再拿朝鲜和澳洲来比较一下 刚才我说朝鲜和澳洲的人口差不多 但是军队呢 朝鲜是澳洲的15倍 但是澳洲的GDP是多少 澳洲的GDP是 澳洲的面积是朝鲜的64倍 澳洲的GDP是朝鲜的47倍 澳洲每年的军事开销是260亿美元 已经比朝鲜的整个国家的GDP 少不了太多了 少一点 那就是这样 我刚才说了澳洲的军队是朝鲜的15分之一 只有8万人 即使这样澳洲的这个军事开销 你说远高于朝鲜吧 有人说朝鲜的四分之一的GDP 澳洲实际上只有1.9%的GDP 用来开销的军事上 那即使如此 如果就算是那个朝鲜 把四分之一的GDP拿出来 四分之一GDP才几十亿美元 也远低于澳洲的260亿美元 这样的情况下 澳洲都造不出来洲际导弹 绝对 如果没有那些盟国的帮忙 没有国外的这些军事 澳洲的那个潜艇 还是包给那个法国人来造 澳洲和这个人口差不多情况下 他各种资源经济实力 远高于朝鲜 几十倍的这种差别 澳洲就造不出 澳洲没有这个军事工业能力 说造个洲际导弹出来 他当除非是孤注一次要打仗的时候 他在没有别的国家的帮助下 单靠自己是不行的 更别说像核武器啊 这类东西 还有什么配套核武器的那些导弹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 所以说 朝鲜的这个不是他自己做的 他这点实力 他绝对做不出这个东西来 那朝鲜就是 而且我们要看到的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联合国的朝鲜是有制裁的 美国的朝鲜是有制裁的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和朝鲜没有商业来往 也没有金融来往 只有一个国家跟朝鲜有金融来往 那就是中国 所以只有一个国家站在朝鲜的后面 全力的帮助他 那就是中国 当中国是个超级大国 所以呢朝鲜的这些东西不是朝鲜自己做出来的 那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我个人的判断 咱们也很容易做出这个逻辑的判断 朝鲜那点军事力 那我们再 再稍微逻辑判断一下 我们知道韩国人造了很多的芯片 储存芯片 造了很多的电器 造了汽车 造了轮船 韩国是世界上很大的一个经济体 G2011 韩国人口也比朝鲜多得多 韩国是整个西方经济的一部分 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来自于韩国 韩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韩国也没造出核弹核武器 当然它是被控制 它也没造出洲机导弹出来 但是我们 你生活当中买过任何一个来自于朝鲜的东西吗 朝鲜能够自己产计算机吗 它能够自己产自己的汽车吗 它有任何一种产品在全世界 能够有一定的特色 能够技术上有独创的地方 或者说它能够销往全世界 是大家欢迎的吗 除了挖的人生之类的东西 它的工业几乎就它那点 就它那点经济实力 人口非常非常薄络的 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 它怎么可能造出这么高精尖的武器出来呢 一个洲际导弹 你不光是说洲际导弹 你把火做出这个弹体 就像一个储藏罐 这几只金属罐子一样 不是这样的 它还有控制点路 它还有车辆 有配套的东西 还有雷达 你雷达甚至还要卫星配合 你要把洲际导弹打出去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系统 一个产业链去支持它的 所以朝鲜是绝对没有这个实力 做它展示的这些东西的 唯一的答案就是 朝鲜只不过是一个橱窗 它展示的是别人的东西 这些东西它很有可能就是个组装厂 比如说 它的背后的支持者 直接把这些部件就发给它 它自己在场里面 组装在一起就可以了 甚至有些重要部件 可能它都不是自己组装的 就贴个牌子 把它朝鲜的国企贴上去就可以了 或者按照它自己的设计 它可以设计嘛 它设计一下 OK 它研究院是可以设计的 设计交给别人来做嘛 OEM 直接交给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就在边上 世界工厂给它做的这些配件 做好了之后 运进来自己组装一下 就完了 甚至不用组装 关键的部分都可以 替装牌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朝鲜这些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朝鲜的故事 是中国的故事 而这一切发生在这个时候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它的原因就是 和美国的总统选举 是有关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 它朝鲜做这一药物洋味 可以说是一种药物洋味 然后这些武器 都不是朝鲜自己弄的 大国武器拿出来展示一下 改一改 改头换面一下 有可能有的东西改的 没改太及时 就晚上来操练一下 然后天空都飞过的那些飞机 是什么型号 有些那些涂装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太 没有及时改过来 他晚上 谁也看清楚 他飞机上的东西 他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想让美国人看到 朝鲜的 这是川普的脸 知道吗 川普不是一直很想 解决北朝鲜问题吗 拜登肯定在以后的竞选当中 甚至他有可能就退出 你看朝鲜还这么严重 你川普你许动的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了吗 解决了吗 朝鲜现在把洲际导弹都搞出来了 这个洲际导弹比原导弹威胁力更大 装上了核武器第二天 第二天马上就可以打到朝鲜了感觉 川普解决了吗 这就是美国 美国人可以对川普去问的问题 这个是在打川普的脸 是在替拜登竞选 所以这一个整个活动是和美国马上要进行的选举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这个朝鲜他本身建党75周年 他搞这么招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大张气鼓都推出这个新式武器 药物扬威 这个东亚其实已经是火药桶了 你看美国在边上 台湾海峡南海都是非常紧张的地方 这几次都是属于要擦枪走火的状态的情况下 朝鲜这段时间安静了一段时间 他突然开始不安静了 这可以预料到的 金正恩开始 或者金正恩背后的人 就开始拿出大杀器出来 那意图很明显 从朝鲜打往美国 就想让美国你不要安宁 你想安宁可以 你现在的这个川普没有实现他的诺言 把他选下去 这就是他们想表达的信号 而且他也很想 朝鲜这个棋子 朝鲜就是个棋子 是个橱窗 是一个 穿着 就名义上的外国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中国的意思 在某种程度上 当然了他其实 中国对他主要是给予 要求他的可能也不多 后面的生命线 当然他最重要的 对他的要求就是他当一个棋子 他这个棋子 你看在很关键的棋局的时候 在那边都非常紧张的时候 他突然开始动起来了 所以其实川普早 我原来也说过 川普早就看透了这点 川普跟金正恩接触两次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之后 他就看透了 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因为后面就是中国 他只有和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 朝鲜问题才会解决 解决中国 解决中国问题之前 朝鲜问题永远都不得解决 签什么合同 签什么合约都是没用的 所以现在又到了朝鲜这个棋子 开始动起来的时候了 这个棋子就是把大杀器拿出来了 我相信这些大杀器是可以用的 当然现在展示的那个不一定能用 但是他要让朝鲜马上 获得洲际导弹的能力 马上向美国以朝鲜的名义 向美国打洲际导弹 这个中国已经表示这一点了 这个中共已经把这一点 又再次向美国宣示了 美国的军方看了这个信息 他们也会明白的 当然了如果真的打起来 就是全线的从朝鲜 到台湾到南海 整个一线的这个冲突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冲突 也就是说属于两个赌棍 两个赌博在网上推 罚马的时候 中国又推上一大队 我再把朝鲜半岛这个队推上去 压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盘棋 很大的一个赌注 整个让这个棋盘更加的凶险 当然也对美国的打选 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压力 好 这就是我对朝鲜这次 阅兵 深夜阅兵的分析 以后我们随着更多的信息出来 我们再分析 金正恩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后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见到这 拜拜